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空姐摸摸摸摸 欢迎回到我和阿菜的频道 上一次大家看完了空服员与地景的面试大全之后 接下来最期待的应该就是 空姐制服了吧 没错 空姐制服的用卧来啦 你曾经幻想过穿上航空公司的空姐制服吗 或是你有幻想过自己的女友穿上空姐制服 然后可以 私人事情我还是不要听好了 在这身光鲜亮丽的制服之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空姐制服有非常非常多的包袱跟压力 除了对于自身外表的维持 还有对于情绪上的隐藏 其实也都是蛮压抑 因为它就是代表一个企业的形象 那通常会像有哪些情况呢?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穿制服啦 因为穿制服真的是包裹蛮多 就让我一一说起好了 首先呢 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 一般大家幻想空姐吃饭都是怎样 就这样吃嘛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有时候很饿啊 上班时候很饿 上班要走那么多欸 然后呢 你真的有时候没有办法顾到旁边的人 因为你已经觉得已经饿到一个忘我了 然后就会开始这样 然后可能就是都是范粒你知道 然后你吃完的时候 一般人家都会以为就 哦还要这样 都已经吃成那样了 谁管你啊 就这样 就走啦 是不是 然后呢 你知道你在吃饭当中 会有很多人看你 就是在机场 而且时不时 这些人就会来问你 问你说 欸小姐 那个 换钱的在哪边 哦小姐啊 那个厕所在哪里啊 要找厕所啦 时不时的要停下来 吃一吃呢 永远没有办法 好好的吃一顿饭 或者是 大家看到就是 没有什么位置的时候 绝对会来找一个穿制服 坐在你对面 然后他就会开始问你 各种问题 你都没有办法好好吃饭 就说 哦啊你是哪一家的啊 哦啊那个 哦制服挺漂亮的呢 哦啊那个钱应该赚不少 哦福利应该很好啦 然后你要吃个饭 你可不可以就觉得 阿姨可不可以让我好好吃饭 但是你有时候真的 因为先生制服的压力 你没有办法跟他讲说 阿姨我现在吃饭 可以让我休息好吗 你就只能 啊这是哪一家制服 嗯还可以啦 福利应该还可以 你每吃两口 你就要停下来回答他的问题 或是各种路人经过问题 你都不能就是 你都不能白眼我好好吃个饭都不行吗 可以让我好好吃饭吗 但应该只有在进航空公司 或是前几个月或是前几个星期 刚拿到制服的时候会很开心 大家考进航空公司 最喜爱穿上制服了 哦制服哦制服好漂亮哦 自拍自拍 或是呃上班前跟下班后 都会就很想要穿制服走在路上 然后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走个台铺 yes that's right 没错我就是空姐 topmodel 来个台铺 有没有大概这种时期 大概只有刚刚考上航空公司 是新人拿到制服的时候 会有点觉得想要来点你知道 就是兴奋 毕竟第一次穿上嘛 但是你大概穿到像姐这个年纪的时候 欸不是不是啊 你大概穿到像姐这个年纪的时候呢 你就会很讨厌穿制服 还有一个就是我很不喜欢上班前穿制服 因为呢我非常讨厌一大清早在公共运输 不管是捷运或是公车上面 有人在那种超级大声的看手机影片 然后播动影片音乐很大声 我不懂到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放阔音 不能就自己好好戴耳机看 或是你就小小声的 或是不要开声音嘛 那种公共场合 然后你知道如果你穿制服的时候 你就不能去你知道太清津的时候 你也不能去跟他讲 我相信上班一组早上应该都有这种困扰 就是有人很白模 我会早上一直在那边讲电话 讲超大声或是看影片 然后看影片就这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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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笑超大声 这时候穿制服你就不能做什么 你就不能去阻止他 我这个人就是很爱制止那些在公共场合 大声放影片的人 所以我都不穿制服上班 然后我就会走过去说 可以借你用耳机吗 这种东西穿制服就没有办法 就是这个形象啊 你就会觉得 你不是个空姐吗 这个公司的人怎么会这样子 我爱看我影片跟你什么事 好 基本上除了就是 我刚刚是破音吗 基本上就是除了各种的问路之外呢 我觉得 在飞的时候 应该所有功夫也都超级无敌 讨厌 你知道 你没有玩过恶灵古堡的游戏 你刚说恶灵古堡 你没有玩过恶灵古堡游戏 也看过恶灵古堡的电影吧 就算你都没看过好了 僵尸 活死人 你应该知道吧 穿着制服呢 就像在游戏当中 就是那个被攻击的目标 在飞机上呢 大家每次送完餐之后 吃完一餐 然后中间要休息 欸好了 关灯睡觉咯 非常呈现咯 然后这时候就会有一些 然后就开始这样 泡面 我要泡面 然后看到穿制服的人 空姐嘛走过去 走那个走大都要走无敌快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就会这样 泡面 给我靠不住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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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形象都没了 好 Anyway就是这样 你们可以想像吗 穿着制服 基本上 不管在公共运输 机场里面 飞机里面 你都是一个被活死人 僵尸攻击的目标 因为这些人 无时无刻都要问你问题 好啦 刚刚讲到呢 很多人看到你穿制服就会问 但我觉得 很多地方指标都这么大 然后他们就会站在那个指标前面 比如说银行兑换 他就会问说 他换钱在哪里啊 然后就会 这边 可不可以 看一下 再问 我真的很不喜欢 人家说 路就是长在嘴巴上吗 不知道问就好了 然后他们就 根本不会看各种招牌 只要看到穿制服的人 他就要去问 所以你知道穿制服真的很烦吗 穿制服不是像你们想像的那么美好 只有 你觉得看起来就是 拍照很漂亮 然后好像就是觉得很光鲜亮丽 但其实像穿制服真的很烦 你要为了这种企业形象 还有碰到奥克的时候 完全不能爆发自己的情绪啊 我有多少次碰到奥克的时候 都超难把制服力 拖上来说 老娘现在不是这个东西了 我就跟你干 但是怎么样 里面都没有穿 这个东西就是只能幻想而已啊 另外一点呢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因为基师里面 其实 我讲完这会不会被攻击啊 基师里面 因为很多都是很会读书的人 所以他们就是看起来都是还蛮宅男的样子 我个人就是以前有教过一个 然后 基本上 很多宅男 你知道他们都不太会打扮 不太会穿衣服 也是有帅的基师 像小哈这种好不好 像小哈这种 好啦 我要平反一下 通常那种就是看起来比较乖牌的人呢 你看到他穿制服 基师制服 你会觉得 这个制服设计的真好 穿基师制服 真的是大概是 他这辈子人生最帅的时候 不要打我 拜托 各位 不要攻击我 还是有帅的好吗 就是 你知道他们私下可能都会穿一些很 很宅男的T恤啊 比较没有注重打扮这一块 然后你就会觉得制服穿起来真的非常的好看 但是 制服 也有很多企业形象 跟自身情绪上的压力 需要去隐藏 就为了代表企业的形象 好吗 所以空姐制服 其实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不过当然祝福各位都可以考上 梦想可以穿上你们心目中 觉得最好看的那项航空公司制服 好吗 如果你对制服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 你曾经有什么幻想过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OK 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 打开小铃铛 追踪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刚刚讲到前面 我是在很讨厌公共场合 有人在那边大声看影片 跟讲电话 有没有 这个片段呢 就给那些早上上班的人 如果你有碰到这个困扰的话 就大声的把我这一段 放出来给他看 你 就是 你 不要 一早在公共场合里面 call in 看影片 讲电话好吗 你知道影响到别人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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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